我觉得也是我们养坏她了 我们宠坏她 也是大意的时候我的初恋 当时我们没有恋爱的经验 就会觉得有一个女朋友的话 按照电影上电视上所说的 不都是不要管她吗 给她很大的空间吗 在当年并没有手机 所以我们打电话 都是打家里的电话 然后她常常失踪 常常迟到 我都会认为不要管她 然后觉得等女生 是一件很君子的事情 你竟然跟我哼一下 还翻白眼 这么等 结果我们在 我大概在三月八号还记得 我们的大学三月八号 是男生会送女生花 所以整个校园都是送花 那天我想表白 我就买了一束花 我觉得不突兀 在警卫市 我们前一天 买的是菊花 没有 是玫瑰花 真的是玫瑰花 还好 以为是看那一束 然后那天早上跟前一天 我都已经跟她 约了确定的时间 在警卫市两点等 然后待会要去长提什么 都已经排好了 她就迟到了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送花 警卫市的人都知道我送花 我就还是把花 放在警卫市里 不敢拿出来 因为觉得有点丢脸 有些人上完课 都看到我送 要在那边等待着 四小时 五小时 等到等到七小时的时候 我开始想 应该出大事 对 赶快去警察局报案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她楼下暗电铃 大家楼下暗电铃 灯还是昏黄色的灯光 怎么暗就是没有人 但是我还是不会想 就是不会想说 一定要报警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太夸张了 真的这个人因此碰上了歹徒 有这么夸张吗 不会不会 一定不是这样 我就回家 第二天我还是继续打电话 到12点45分 她接了电话 睡眼惺忪 喂 我因为要抱持着 不能管女朋友的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 嘻嘻哈讲一些别的事情 最后终于问到 还是很想问说 那你昨天怎么没有来 她就有一点点生气地告诉我说 我跟你约 约不是就要来吗 是 所以当时我并不是收入或是伤心 我是听不懂那个话 不解 我就在 我就是好像是外星人的话语 我听不懂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因为我们前一天跟当天早上 不都确定两点下的警卫是碰面吗 他却跟我说 我有跟你约 我有说一定要来吗 这件事情因为 我有我的男性尊严 我就再也不理他 当时的说法就所谓的封锁他 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后来在两年之后 其实他是我的国中同学 我们同学会 他身旁的人才告诉我 他早就有人了 他从头到尾就是有人 那你可以把他想成 我是一个天补奉喜的人 所以这题对你来言是我们问错 他不是最体贴的事 是你做过最笨的事情 是 所以有时候我说我们是宠坏他 你第一个话 你当然觉得这个人动不动消失不戒 你本来就有怀疑 你干嘛不问 故意装君子 故意装作给他开放的空间 你早该问了 不能宠坏他了 他才可以这样对你 不然谁会让你对你 8小时就会去等待 我会对我会 之前对你的实力向你道歉 谢谢 我应该这么对你 对错 其实你是脑子有问题的 对 sorr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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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